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Work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NVL函数 NVL函数呢,在实际的软件开发过程中是非常常用的一类函数 NVL的话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Work中间有个最常用的这种叫做空直Now 那么NVL函数呢 就是专门用来判定冒质的一些函数 那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NVL函数常用的有哪一些 这里呢,列举了四种 NVL,NVL2,NowIf,以及Colask函数 接下来呢,我们就挨个介绍这些函数 首先是NVL函数 我们先来看一下应用场景是什么哈 首先呢,Cinac的新FromEMP 我们可以看到有个Senory列是薪水 COMM列呢,是佣金 好,佣金列的话呢,大部分都是烙值 好,只有1,2,3,4,4条纪录是有值的 那接下来呢,我要得到雇员的薪水和佣金的总和 那Senory是第一个列 COMM呢,是第二个列 Senory加COMM作为第三列是工资总和列存在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结果是否是我们预期的那样 OK,这些COMM不为空的列都很正常哈 1,600加3的1,900啊,都很正常 都很正常,但是COMM为空的列呢 你会发现它的工资总和也为闹 这是怎么回事呢?哈,请注意 Senory加COMM很明显是个表达式嘛 操作数加运算符 请记住一点哈 我们之前好像也介绍过的 在一个表达式中 只要有一个操作数为空 只要有一个操作数为空 整个表达式的结果就为闹 OK,这就是为什么 COMM列为空的这些记录 工资总和也为空 但是这样很不合理,对不对 我是希望COMM为空 我就默认把它可以当做零啊 之类的,对不对 那好,这就是NVL函数 起作用的时候了 NVL函数做什么用呢? NVL函数就是 如果COMM为空 则返回零 如果它不为空 则返回COMM本身的值 这就是NVL函数 专门用来处理空值的 专门用来处理空值 那么到这里为止你就会发现 即使COMM为空 我把这个为空的当做零来计算 因为它会返回零嘛 800加零就是800 那么到目前为止就能得到正确答案 这个就是NVL函数 NVL函数 NVL函数实际上是用来处理空值的 为什么要处理空值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在一个表达式中 只要有任意一个操作数为空 那么所有的结果都为空 好,那么除了NVL函数之外呢 还会有NVL2啊 NOWEVE啊 那我们先来看NVL2 NVL2呢 是一个变种 变种是什么意思呢 加上NVL2 它必须有三个参数 三个参数什么意思呢 如果COMM为空 那么 返回什么呢 返回零 如果COMM为空 返回零 如果COMM的值不为空 则返回多少呢 一万 返回一万 请大家特别注意 甚至我还可以这么写 COMM乘以二 如果COMM为空 则返回零 多了一个逗号 如果COMM不为空 比方说是300 那么返回的是300乘以二 如果是500 就返回的是500乘以二 看一下对不对呢 1600加300乘以二 的确是2200 这个是2250 OK 这个就是NVL2函数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NOWEVE NOWEVE是什么意思呢 NOWEVE是什么意思呢 CANERING COMM 如果两者相同 注意 如果两者相同 则返回什么呢 如果两个表达是相 两个参数相等则返回 NOWEVE 否则返回的是第一个值 看一下结果 如我们所料吗 好的 分析一下第一条记录 如果COMM 这个NOWEVE是两个参数 如果相等则返回未空 否则返回第一个参数 CANERING CANERING COMM 肯定不等 所以返回CANERING 也就是说CANERING 加上 NOWEVE的这个函数的值 返回值也是CANERING 就是1600 看清楚了 这里没有一个是相等的 所以就相当于 工资总和都是CANERING 乘以二了 重新又加了一遍 好 这个呢 如果CANERING 我还可以怎么做呢 CANERING等于800的话 返回未空 诶 果然 因为NOWEVE 你想想看 对于第一条记录而言 第一条记录而言 CANERING 的确是800 所以它们俩相等的话 返回空 空加CANERING 结果还是未空 好的 这个就是NOWEVE函数 除开NOWEVE函数之外 还有CONESC函数 CONESC函数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它呢 有很多的参数 我们随便选一个 随便写个事例 CINAC CALESC 随便写 11 22 NOWE 33 好 FROM DIORE 注意它的参数可以无限多 参数可以无限多 那CALESC函数 它返回什么值呢 它返回的是 它所有的参数中间 所有的参数中间 第一个不为NOWE的 对于这里而言 第一个不为NOWE就是 11 如果我把第一个值 改成NOW呢 它会返回什么呢 会返回22吗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它一定会返回 它这么多参数中 第一个不为NOWE的值 这个就是CALESC函数 CALESC函数呢 很像NOWE 但是呢 它有非常多的选项 它可以有无数个选项 总之它会在这个参数选项中 返回第一个不为NOWE的值 即可 好的 这个就是NOWE L函数 请注意 NOWE L函数在处理LOUGE的时候 有非常独特的作用 我们先学习一下 有这么多函数 等到以后我们真正开发的时候 就会发现哈 要用到 随时可以来查询 好的 这个就是本次课的内容 我们下次课再见